我们在《First Liberty》 正在祝福的宗教自由 像我们从未曾经遇到的 我们正在祝福这些年代的敌势 我们正在看着战争 成光朋友大家好 这3月25号是有大新闻的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留到最后 和开头的video联系起来 所以先讲一下 如果说全世界人关注的新闻的话 上个礼拜有两个 一个是英国王室 一个是俄罗斯 英国王室的大新闻就是 Kathryn王妃 王位第一继承人 威廉王子 她的爸爸都已经70多岁了 如果等到她爸爸去世以后 就应该是威廉王子 成为威廉国王 她的妻子Kathryn王妃 在最近 就是上个礼拜 公开自己患了癌症 其实她大概两个月前就已经有癌症了 那时候因着各方原因 她没有报这个消息 然后她只要是这种公众人物不露面 时间已久了 大概就拆 所以造成了一系列的反响 于是上个礼拜 她就通过英国王室 这个新闻渠道吧 发布了这个消息 是她自己讲的 情真意切 那我这就发现 至少我的有限的了解当中 这是我见过第一次 有人患癌症 各大新闻媒体 头版头条 好像比当时这个查尔斯国王患癌症 被诊断出癌症 还要来的热烈一些 我猜想可能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是Kathryn王妃 比较年轻 才四十一二岁 另外一个就是她口碑比较好 当年她的婚礼 是可以媲美 这个戴安娜王妃的婚礼 那至于英国王室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年怎么回事 这我们就 就只能说略知一二 大家知道这么个 全世界人民关注的新闻就好了 另外一个伤害 就是俄罗斯被恐怖袭击 这137个人死吧 还有一百多个受伤的 那这个事儿 大家很可能都知道了 就是在莫斯科的一个 摇滚音乐会当中 有那么几位枪手恐怖袭击 那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两个 就是第一 就是在几个礼拜前 美国的情报机构 就告诉俄罗斯政府 那从普京到他手下的都说 哎呀这是西方的这个机构 想要抹黑我们 那结果呢这事情发生了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很多人就会就会插纳闷了 这为什么这个恐怖组织 就是恐怖组织后来有他自己出来说的嘛 Islamic State Group 就是ISIS这个变体 就是ISIS 就是当年这个伊斯兰 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 曾经一度都把伊拉克叙利亚都快占领完了 那后来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把他们噼里啪啦给几乎消灭了 还有一些变种啊 如果你诧异他们为什么会来攻击俄罗斯的话 你要知道他们在2015年 袭击了俄罗斯的一架客机 有了224人死亡 然后呢2017年在圣皮 圣皮斯伯格 圣彼得堡嘛 他们也制造了一期恐怖袭击 死了15个人 大致原因 这不是历史原因多嘛 你比如说 那个苏联当年入侵阿富汗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 那是零几年的时候 这不是跟车城共和国 他车城共和国主要都是穆斯林啊 再就是叙利亚 那个反正就是 就是俄罗斯政府 这个好几次 就咱就说车城共和国吧 你这车城共和国 他就把人家给占了 然后人车城共和国里头 主要是穆斯林 对吧 那俄罗斯又号称自己是东正教 你这么着一弄呢 人家就被结下 结恨了嘛 那再具体一点 这就得去查了 咱们也不是情报机构 也不是这种公安 专门搞这个历史的 我刚刚说的就是 就是读篇文章 Wikipedia就能查得出来 上个礼拜还有一个事 就是上个礼拜呢 有这么个事 就是最高法院 它英文叫 permits Texas Police 上个礼拜那样的时候呢 我就说 参议院的参议院的 德州参议院的一个法案 本来是说可以让德州警察 逮捕那些非法越过边境的 但是很快就被 就被这个巡回法院给摁住了 说这个违反宪法 他们这个咱们得说还是有道理的 因为因为宪法里头说 那边境的是联邦政府馆 这不是州政府馆 可是可是这个德州人民 德州这个参议院代表人民吗 他说那不行呢 这我们在受了这么多苦 我们得要得要把这些 非法移民得遣送回去 或者得不起来 抓起来遣送回去 总之这个法案 虽然通过 但是呢被 就是被法院系统叫停了 而上个礼拜后呢 我当时一看 最高法院批准 这个法案生效 那怎么隔了几个小时 他又来了一个叫做Appeals Court 又是一个联邦上述法院 怎么就又把这个又摁住了呢 我当时纳闷了 我说这个 这个最高法院 不是比上述法院大吗 后来一看 关键在细节 在细节 这个细节是这样子的 上个礼拜 这个最高法院呢 他是把 他只是说这个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我并没有判 就是最高法院说 我并没有判决 他到底合不合乎宪法 Constitutionality 这个我们还没说 我们要说的话 得要等六月份再说 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这个拜登作为执法政府呢 他就联邦的执法政府 他就马上上告 马上上告以后 这个巡回法庭 咱们就说最高法院中 下一集 然后他们就立刻判决 就立刻 发布一个命令 说 咱们现在 德州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 先按住 哎呀 我这么一讲 可能陈光朋友听得有点晕 你如果这听得晕 也没问题 但是呢 听得晕 你先别着急 咱接下来就说 今天的大新闻了 这个 我都说过不止一次了 2024年 是一个极佳的机会 让我们学习 美国的法律系统 以及 以及 这个 在美国的这些人 无论是各行各业的 他们怎么样 在这样 法律系统底下 斗智斗勇 这个 斗金钱 等等等等 那这些方面 是我们本来可以看好戏的 但不要上来就 搞成了这个 喊政治口号 那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说 能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这个传出 新闻 就是这个 纽约州的法官嘛 说 哎 川普不付钱 不付那个法金 400多个million 也就是4亿多美金 我要赚 我要 我要把他的那个 产业给封了 给夺回来 你说他 按照 on paper 按照字面上 有没有这个权利 有 对吧 因为你罚了他嘛 你现在你要上诉 你先要把棒子交了 不然你上诉的权利都没有 那川普又说他不交 或者他和他的团队 说他不交 你这个时候呢 哎呀 你就一个劲的说 美国就是两套法律系统啊 什么的 这个 这个都属于 纯粹的政治口号 你如果真这么糟的话 你要知道 这么个 这么一个事 这么一个事 川普当时他说 哎呀 我这个400多个million cash 交不了 交不了 然后呢 有一个好像 好像是谁呀 加州的一个华裔的民主党议员 还在说 哎呀 川普不是吹牛 说他很有钱吗 他是billion的呀 他怎么拿不出去 这个400个million这个cash来啊 你看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啊 自相矛盾吗 哎 你知道当时 这个连Mark Cuban Mark Cuban 就是达拉斯小牛队 就篮球队呀 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都出来说了 他可是反川的名人呢 他出来说的时候 他还特别说明 他说我可是一直反对川普的啊 我我可是 我可是不知 我可是反对他的 但是 你说你这个华裔的 他没有说华裔 他就说你这个啊 叫什么名字来着 总之 他就说你这个也太扯了点 他说billionaire 他billionaire的钱也不都 也不能就放在手边呢 你不能天天靠数钱过日子 他一般人哪有那么容易拿出 几百个million的cash的 不这个cash也不真的是 数钱的现金 就是说你放在银行里随时可以拿的出来 他说你那钱星他举了好些例子 好些理由 那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啊 咱虽然有钱人的这个人生我也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你稍微想想也知道 前些年的利率这么低 那人们还不得啊 那那有钱的人他不能他不就得投资什么的吗 你投资哪呀 那那那你就是一套房子你觉得贵翻了两倍三倍 你也不能说卖就卖啊 你说卖你也不马上就卖得到手上有cash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还需要往后本来帮他说 你看他自己说的肯定觉得觉得不得劲 你说这本来他是反川的 现在他在帮川普说个话 哎呀不知道他心里啊多纠不纠结啊 那我今天3月25号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啊 也听到的这个这个新闻 那我呢不凑巧啊 我今天这个打开YouTube啊 大概是咱们就是大概时间啊 啊就是我就说今天我打开YouTube 就是3月25号是大概中午11点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的推送首先是MSNBC啊 你别说因为你怎么看MSNBC 哎呀我告诉你 你不听听啊各样的想法 你就全在自己同温存 那其实你要真是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是不可辩驳的 你听反面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的 啊哈 MSNBC好多东西就是真是太胡扯了 但是呢但是啊 我们我我我总之今天我觉得特别搞笑 就是我我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我说咦什么是MSNBC 和一些这个和上个礼拜 我听到一些是一样一样的呢 他就说哎呀这个人特别气愤 他说哎呀美国美国有两套法律体系 一套是给老百姓的 一套是给川普的 我想哎这不跟上个礼拜我听到的那些 骂美国司法系统是黑暗的腐败的 所以一套是给这个民主党的 一套是给川普的 一套是给建制派的 一套是给川普的 我说这个怎么用词都很像啊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你看川普做了这么多黑心的事 别人都坐牢了 然后他只需要罚400多个million 哎我再一听哎这个真这不都是旧文了吗 他说你看本来要查封财产 本来要查封财产了 还显得有点公益 哎今天居然又被New York State Court of Appeals 这应该怎么怎么 等一下等一下啊 这个这个我 这个虽然新闻里说New York Appeals Ruling New York New York Appeals Ruling 但他实际上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是的 Appeals Court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就是纽约州的上述法院 纽约州上述法院比上次判了川普那个要高 要高级别 然后他这个时候呢出手了 为什么今天出手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到期了 这一天啊 按照条文来说 如果川普不负责400多个million 不想办法这个 你你把这负了 你你把那放到那里 你才有可能上诉嘛 哎这个上述法院说了 不用了不用了 你不用你不用这个 你不用这个负了 我给你改一下 你现在呢 只需要在十天之内 而且从今天开始算 十天之内 负175个million 这事本来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说 今天看他关不关川 抓那个要 会不会查封川普的这个财产等等 没了 十天之后 再说 这十天之内要负175个million 然后我听完这个以后 我就查了一下 我就发现哎呦 川普立刻表示 说啊 这个bund我会付的 他 大家记得这个只是先付着这个bund 我知道175百万也很多 但付了之后你还可以 你就可以上诉再重新判这个案子 哎呀 我就 我我我为什么用这个来说呢 就说 这个我今天我听那新闻说 我就在那里心里 就觉得奇怪了 这怎么回事呢 msnbc 怎么就会采访人啊 跟我 跟上上个礼拜讲的这些 这个这个 呃 就是 哭诉 这美国有两套系统的 这个什么一样一样的 哦原来人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然后也这么说 要不我呢 我是 我我我为什么我 我说啊 在很多层 很多事情上 这个极左和极右呢 就容我用这个词啊 他这个 都是喊政治口号 那你说喊政治口号有没有用 有没有意思呢 也有意思 你要是觉得很爽也行 但是你得知道 首先这就是政治口号 你不不这个事实 你如果 咱们这么说 你说你事实都是那种cherry picking 就是 选一些事实来说 那谁都说他掌握事实 咱们要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找到这种不偏颇的 尽可能尽可能 我也只能说尽可能 你说我能说服谁呢 是吧 我就再跟大家描述一下 这个 首先啊 我就是描述一下 如果大家真的从 今年只看中 总统大选这个 这个政治选举的话 基本上美国大概大概 百分之二十五是极左 百分之二十五是极右 这两批人你你你你你你讲他们 讲什么都没有用 但是中间的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这中间大概百分之五十呢 也不能说他们都没定 但是呢 他们至少能够啊 听得了另外一方的可能性 或者他们在一个spectrum里头 互相听一听啊 有自己在乎的事情 有自己不在乎的事情 因为你是事儿是多嘛 但是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 有可能性 那我呢是这中间这群人偏右的 那elon mask呢 以前是 以前是这个被左派 这特别喜欢的 那现在他都他都算成中间的了 哎呀 elon mask都算中间 不不他 他可能有些就 人者见智 人啊 智者见智啊 你比如说移民这个事儿 那他就已经是非常的偏右了啊 那如果从环保这个事儿 那他不还是啊 那我话说回来 这环保这事儿 像他这样做实事儿 把这特斯拉做好了 这个我就给他点赞 我就给他点赞 他就当然他最最大的贡献 我觉得既不是特斯拉 也不是SpaceX 虽然SpaceX 现在越来越越来越牛了 但是他最大的贡献 就是买下了推特 现在成为了X 而且至少在这样一个社交平台当中 人民是相当自由的 而不是很自由的 那你有这样的自由的空间 你还要什么呢 对不对 你只不过在这个自由情况下会 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 那你就拭目以待啊 你等这个大家有力气的 就去X上面发帖 哎呀 讲到这里 我最后来讲一个是 我这不是本来今天 我是想讲什么的 从这里开始讲 First Liberty 哎呀 我就说 我们哈 我们成光 我现在想想 我们这个播客都99期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做 我 我们大概是希望 希望有一些 今年有些方向性的 但是呢 这个方向性的话 那也得取决于我们有时间 有义工 啊 有有人来做 那我这有一搭没一搭的做呢 也不是个事 那我们希望呢 能够在今年呢 大概啊 可能推出个网上的课程 哎 你要是听到了 你觉得网上课程好 你在底下留个言 说支持啊 支持在网上上个课 大概内容有以下的哈 一个呢是怎么样立足圣经原则 有智慧的参与政治 那还有呢可能呢 就是啊 世界观简介 圣经世界观简介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决的 这些分析 我们真是希望 我们的听众 啊 既然在美国 啊 你就不要只喊政治口号 你喊你喊政治口号觉得很爽 啊 觉得能够帮助啊 我 我觉得那你尽管去做 但是呢 晨光希望 我们能做的事呢 我们没有什么政治议题不可以谈的 啊 但是呢 我们希望呢 这个从哪个角度呢 就是因为自己缺什么就想学什么 我是真觉得缺 啊 真觉得这个法律啊 美国法律是真缺 我其实呢 也问了教会一个啊 律师啊 啊 问了教会一个律 基督徒律师 我说在你能不能帮着讲讲 他说不行 他说他的那个领域太专了 他说我讲这个他已经搞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谦虚呢 还是怎么回事 我吧 也就也不怎么认得宪法律师 是吧 然后我们就按照看到什么新闻就解释什么 哎 我接下来讲这个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这个First Liberty 就是我发的开头的那个video 但是但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六参加了他们的一年一度的餐会 啊 在Dallas downtown的Omini Hotel 我参加完了以后 我真是感慨万千啊 我虽然参加的餐会不多 这种筹款餐会 那你在美国生活久了 你就知道这种非盈利机构啊 如果真的搞起来他就要搞筹款餐会 成功没搞起来啊 那所以他还没有筹款餐会 但我虽然参加不多 但是我可以说 3月23号礼拜六晚上我参加的First Liberty的餐会 那绝对是最好 没有质疑 这个他们的办公室呢 他们的总部是在Dallas 那他的那个主要的办公室在Hope Center 但是他还在Washington DC有个office 然后他们啊 他们这个一年的预算应该是按千万美元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律师也不能完全免费 虽然他们律师啊 得到的这个这个薪水啊 或者得到的比起他们的资质啊 比起他们的那个能力啊 那是应得的是少多了 那今年参会呢 除去主席讲话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果和展望 他还请来Babylon B的CEO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Babylon B 那那那那在我看来是现在最好笑的 就是最讽刺的 他都是讽刺吧 那他自己也说了 有的时候感觉是讽刺 那没想到成了是成了新闻了啊 他这个有有有几个这个特别搞笑的 哎呀我这我得要找到视频才行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 这11岁的小伙子 他他他2018年他把那个 呃巴比龙币买下来的时候 他说那个那个创办者说哎呀我不想玩这个了 他我这说这被警告说那被警告 一伙Facebook啊 这个发着警告 一伙YouTube发着警告 他那时候买下来说正好这Facebook 他说警告了好几次要封他的号 哎呦为什么 因为他讽刺极左讽刺的厉害了点 但是我从这个小伙子啊 我先说从这个小伙子学到的东西 他说这个呃他说这个最最大的这个Censorship 就最大的这种禁止言论 其实是自我禁言Self-Censor 哎呀我一想对啊 那人们从个人啊教会啊 这不我看见很多人都不都是因为自己害怕 然后就禁言了 然后他他这不是被这个First Liberty请来的吗 他就说你别怕 大概意思是这样别怕 你别怕 啊这个你要真卷入官司 First Liberty帮你打官司 啊咱待会说一下First Liberty怎么打官司啊 哎这小伙子这还说他说 Courage is Contagious 勇气是会传染的 请记得勇气不是鲁莽啊 也不是那种欺软怕硬的 你专专专讲自己 没有利益损失的那那没有什么意 The mission of satire is to kill bad idea 他说我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吧 我这个搞讽刺 有人就说你这样嘲笑人呢 是不是不合适 他说他太合适 他他觉得他太没有问题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你看见这个社会上那些荒谬的这些ID 那些就是会带来带来很很坏结果的这些ID 那些主意的话 你怎么办呢 一旦是去去正面抵挡他效果不好 这个就是你用讽刺的效果 用开玩笑效果 这个起到的效果特别好 就换 还换句话说 他的目的 还是为了传播思想 唤醒人心 用这样很很有意思的方式 没有看过的 search一下啊 Babbylon B Babbylon B 我不知道我将来我是不是能有个儿子也专门搞这个 挺有意思的 他要搞这个我我支持他 因为他这个影响 他这个能够带来影响挺好的 我反正挺享受看Babbylon B的东西的 老他这小伙子从一个大学毕业 我都没听过 我后来我 我后来回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这叫Palm Beach Atlantic University 一个只有三千人的一个小学校 哎呀 真的是英雄不问出处 英雄不问出处 嗯 好我们最后最后来讲一下这个First Liberty First Liberty 以后我们可能会时不时引用他们First Liberty的东西 First Liberty 你说我把它放成是第一自由 好像不不是很合语法 我们就这个叫自由第一 自由第一第一自由 大家看着办啊 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宪法第一修正案 如果大家想得到的 他是保证公民的自由 对吧 他第一其实就是讲宗教信仰的自由 然后才是什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所以当这个First Liberty主席讲话的时候 他特别说 他说没有宗教自由 剩下的自由 剩下的自由都不会充分 就剩下的自由 你要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自由 才会有以下的自由 那这一点上来说 美国啊 我们老常用英美保守主义 美国不但是跟法国呢有很大的区别 那跟共啊 那个共产中国跟这个苏俄就不用说了 他其实美国和英国在1776年的时候 在18世纪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 美国应该是第一个国家 如此的看重信仰自由 这有一个长长的历史 啊 长长的历史 那但是我们今天先看 宪法第一修正案 这英文是这样说的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维基百科这样的翻译的 那其实这个意思我觉得还是翻译的挺准 他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 就是确立一种宗教 或者我们可以注解说确立国教 或者禁止信教自由 再往后就是什么言论自由啊 集会自由啊 深渊的权利等等 这一点这是在人类社会 尤其是在18世纪那个语境当中 那是破天荒 跨时代 在那个时候呢 当然 因为在英国的这个 而在美国的这个 英属殖民地里头 colon里头 他这里头主要都是各大宗派 那里头以这个英国的圣公会 英国国教的这个居多 但是也有天主教的呀 也有长老会的呀 还有鲁德埃兰算是进行会的 那那个时候呢 即便在宗教改革之后 他都教随国定的这个传统还在继续 应该说那时候英国人民是挺想 那个自由算是挺多的 但是呢 每个国家 他都有他的所谓的国教 他你一旦政府和宗教这样的连结起来 就是国教啊 国教这就是直接把政府和宗教联系起来 那这样你所有信教自由 他也不正 他也真的是要打折扣 所以他在这里头 在那个时代处境里头呢 他就是要去掉国教这个 也就是说你禁止你用一个宗教的名义 或者你用你的信仰体系的理由 你来制定一个大家必须得执行的法律 这是美国宪法 那保证 他也因此 也不叫因此 其实这两个是 是并练 他你也不能用任何的方式来禁止 别人操练他的宗教 除非除非是这个本身啊 比如你你你说你的宗教 你可以娶七八上十个老婆 你说你的宗教可以虐待人 你这违反了别的 你这个不叫信教自由 对吧 但是如果你这个 free exercise of your religion 这个美国政府 没有任何权力禁止 这个不得了 哎呀但是但是时过境迁嘛 过去这些年啊 尤其疫情期间啊 你就会看见 其实美国这个美国现在啊 早就是混合世界观了嘛 好所以呢当这个极左的人 他用当极左的人 他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来限制基督教教会的权利的时候呢 他也往往就是这样说啊不许啊不许建立国家 他没有人建立国家 他现在等于是用一种啊 也不能完全叫无神论的信仰 就一种这个后基督教时代 这种混合了无神论 泛神论多神论 以及打着基督教啊 基督的旗号等等 他这样一个混合的这个一个一个中 激激激进于宗教思想的 其实你要争取看有些人真的对他的那个执着啊 啊这个真的有宗教的狂热呀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他用这个做理由他把其他的人给限制住了 其实我们如果要是有法律这个这个精神的话 是可以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去去去去啊 慢慢的而且根据美国是案例法 这个可以去打这些官司 哎呀我这一个外行人不知道 把这个讲清楚了没有哈 还当然这个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善言良语讲的清楚 可是在我就说这first liberty 他就举了举了两个例子 我就应该说我就只说他两个例子 他说在covid期间 他说有不少的州 有针对教会聚会限制的行政命令 他只要我们first liberty 去打的官司全部答应 全部答应 哎呀你这个时候你有人说哎呀 为什么不去帮着帮着打这个那个官司呢 你就具体的事情具体去看 我我只能说我当时听到说我都有点震惊 这个你一个一个一个律师机构 他就是相当于一个律所啊 他只是非盈利的律所啊 能够把他这个官司全部答应 那真是了不起 然后他说总的来说 他们涉足的官司 他他们打赢了百分之九十 他里头还用了一个数据 他们怎么用钱 以及他们怎么筹款 怎么和别的这个 非盈利机构的运作模式有些不一样 这个我实话说没听懂 哎呀羞愧啊 那个 其实我这个几年前我就听 我就我就知道 first liberty 啊 这个几年前是哪几年前呢 尤其是 2022年6月27号 啊 大家那你应该得知道 那一年不但是 Overturn Robey Way 还有个官司可能比 Overturn Robey Way更加重要 我当时是有一点感受 但是 这上个礼拜六听完 之后更加深入的感受 深切的感受 深切的感受 就是 现在 这个因着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 过去五十年 这样一层一层 一点一点 加在基督徒身上的这个 这个法律枷锁 在一点一点被解开 而这些都是要具体的人 去做工作的 一定要有人具体的去做工作 好那一年呢 那一年的案子是 Kennedy against Bramerton School District 那是华盛顿州的一个学区 这个故事如果 如果你要听过呢 你就再听一遍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呢是 确实是2022年 六月份 我在Hopes Center 我一看 哎呦 这不是刚刚上了新闻的 Coach Kennedy 哦 原来原来是 First Liberty 替他打的官司 哦 原来Kennedy是他的Client 但他不用付任何的 不用付任何的律师费 First Liberty 只要接了你的案子 只要接了你的案子 是跟Religious Liberty有关 他都是 帮你免费打的 所以我 我那个还是 我除了去跟 Barbelong B的 这个 CEO打了个 这个 排队聊了天 我还跟这个First Liberty的 这个 是要CEO Chairman 反正这个 就这么个意思吧 我应 然后就 跟他们那个Kennedy 这个 相当于他们这个 带领First Liberty的 跟他聊了一会天 他听说我是个牧师 他就说 哎呦 我希望你 永远都不要用上我们的服务 但是如果你万一要用的话 我的我们的 我们对 这个教会的服务 都是免费的 对 我们目前也是用不上 那Kennedy是什么呢 Kennedy是华盛顿州一经高中的 橄榄球教练 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这一点呢 在美国哪儿 哪儿也没有 没有谁来判你 你是自己不敢 那再说 你只要敢 你说你是基督徒 没人管你 但是呢 他2008年开始 每一场橄榄球比赛之后呢 他结束了 他就自己到 到这个橄榄球这个场啊 Football Field的中间 中场50要的那个地方 他去祷告 然后他自己在那祷告 渐渐就有些学生就自愿的加入 然后一看一看 哎呦 那这不挺挺有意思吗 所以这些学生基督徒啊 开始都不敢 后来那就慢慢的 那就加入他们 你知道这个 所以就是 勇气是会感染人的吧 当然可能那时候Kennedy 也没想到 这是个勇敢的行为 他就觉得我这 打完比赛了 管他输了赢了 我都要去呢 感谢主 这不是到中场去感谢主吗 哎 但是至始至终啊 都是他个人行为 他从来没 他从来没有 应该这样说 都是他作为教练个人去做 他从来没有以教练的身份 来要求学生加入 然后2015年啊 有个对方球队教练 他就跟学区抱怨 他说这个教练 这老这么搞 这个搞得我们这个 非基督徒很尴尬 搞得我们非基督徒 这个受到了威胁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威胁 我们这个 我这话说回来 咱基督徒如果看见这个 穆斯林祷告 你也不要觉得威胁 那你好好的传福音嘛 你好好的影响社区嘛 对吧 不不就是你回答 你回答那个人 然后但是呢 人家有办法呀 人家就 就就就跟学区告状啊 然后呢一系列沟通 然后这个学区就说你 跟coach肯定就说 你要不然就停止这个 这个这个呃 祷告 要不然呢 我们就 要把你fire掉 然后 然后这coach肯定就说 那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不祷告 然后于是 学区就把他 给解雇 所以他接下来的时候呢 接下来这个故事哈 在秋这个 残话短说 你想一个 你如果你 你如果没在美国打过干事 你至少应该看过吧 你就算没看过 你只要听过吧 美国打官司 劳民伤差啊 劳民伤差啊 那他怎么会愿意去呢 因为他觉得这个实在他有理啊 所以呢 他就向地区法院起诉啊 而且 他的起诉的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学区 侵犯了 侵犯了他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所赋予的权利 他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 啊 你这时候不要说爱自己仇敌哦 呵呵呵 烂用圣经啊 他这个当然是要 他因为爱自己的邻舍 爱自己的仇敌 他要 让美国这块地方 大家约好了 有 信仰的自由 有言论的自由 哎呀 宪法赋予的自由啊 所以他就去打 然后地区法院判他诉了 然后他就像上一集 就是巡回法庭 美国有13个巡回法庭啊 不巧他是华盛顿州 他被分到了最liberal的巡回法庭 所以第九巡回法庭判他诉了 然后他2019年 送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没有接啊 就是这案子他不接啊 那最高法院不接案子 还是有道理的啊 他一天一年收到八千啊 到一万份 那他只能判个一百来份啊 嗯 所以哎 你要是按照这个时候 你通常人就放弃了 他就不放弃 2020年 他再次上告地区法院 又说了 啊 再次继续的 向第九巡回法庭上诉 又说了 2022年1月份 他又递到最高法院 然后这一次 那一次 其实已经 嗯 你今天有两年了 2022年1月份 被最高法院受理 2022年6月27号 最高法院6比3判决 Kennedy Coach Kennedy 赢了 而这整个的过程 都是first liberty的律师团队 陪伴他 真是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人家是干实事的 啊 干实事 他真的是 可以说你碰到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做什么 first liberty 就是他们有筹款的团队 他们有 啊 这个专业的律师团队 他们还有陪伴的团队 他们还有这个 啊 帮助做拍拍电影的团队 啊 那这个电影 当然最后不是他们拍的 但据说今年秋天 会把Coach Kennedy的故事啊 啊 啊 这个这个推上大屏幕啊 叫Average Joe Average Joe 但他的这个 吹了出来了 我们也把它啊 啊 转发一下 转发一下 哎 那这个 如果这个案子对 啊 对大家这个 不是很 很感兴 你得知道 从 2022年 如果对比的话 他反转了 1971年 1971年的 Lemon against Kurzman 他后来就是在美美国的司法系统里头 通常都称之为Lemon test 其实他们这个也有故事 就是说在整个判决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一个案子 可以开始翻转Lemon 1971年的Lemon case 呃 如果今年不判的话 明年也会判 还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 也就是在1960年代最高法院判了 在公立学校祷告是违宪的 这个事情可能 能翻案 那这些翻案 能够带来的影响呢 也都是渐渐的 就好比1960那70判的这些案子 他 美国的民众的接纳程度也是慢慢 那现在呢 现在对我们来说呢 第一 你在美国生活 不要这动不动就是美国就完了 那美国都完就完了 那不都是 这个中国CCTV的这个说法嘛 对吧 CTV都不会这么弄 那个就是 哎呀就是你知道那些 那些爱国大V对吧 爱中国大V 那都是美国都完了 那么隔天美国就完了 那不要选了 那中国隔天也不会玩 那俄罗斯隔天也不会玩 但是你要说到在在这个司法体系的话 那我就我们在这里就得说啊 第一就着我们目前所知道的 那美国的司法系统 是人类社会当中 最尊重信仰自由 有没有黑心人弄坏啊 那当然有 可是你他们怎么弄坏 人家就在这个系统里头跟你玩 然后把你击败了 那咱们怎么办 我我又不是律师 我们家孩子 那有有孩子说要做律师 他改天他又换了 哎呀这怎么办 这这我也说不算 我倒是盼望 我们啊有更多的 咱华人教会有更多的 有良知的律师可以一起来啊 可有良知 你也得在现有的规矩里头跟人家玩 跟人家fight 这边我用玩这个贬低了 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跟人家fight 你得在这个规矩里头fight first liberty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哎呀我这个 我我真是礼拜六啊 听完以后啊 感慨万分 哎呀个人做个人的事 如果你说哎呀美国的制度再好 人心坏了也没办法 什么制度再好 人心坏了也没办法 这不是这不是还有教会吗 何止还有教会 你你教会不止 应该是这样说 教会不只是影响 不是聚会在影响人 而且你教会 这还要把人拆派到各个领域去啊 你还有各个地方 哎呀就这点来说 这那我是有我的呼召的 对吧 那咱们这个成光是属于啊 我们的啊 顺便做一下啊 但是我希望希望啊 成光有更多有识知识加入啊 哎呀今天就想到这里啊 如果你这个啊 听 听到后面 你觉得挺有意思啊 那请大家关注 first liberty 我们会把他们的链接放到下面 好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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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